我是這一次Canon校園大使黃紹成 目前就讀國立彰化書範大學的物理所 我對於天文的興趣還有對於攝影的興趣 主要是來自於高中的時候 那高中因為加入了天文社團 所以開始接觸Canon的相機還有攝影 還有天文的幾個方面 日時大致有日全時、日編時、日環時 還有全日時這幾種 這一次的日環時 它其實就是當我們的月球 它是屬於比較離地球比較遠的位置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日環時 那為什麼月球會離地球比較遠 那是因為月球繞行地球的軌道它是左圓形的 所以它會有所謂的近地點還有遠地點 那當它位於遠地點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的日時它就會是日環時 日環時呢 它和日全時有一點不太一樣 它會少了所謂的 我們剛剛講它順序是初虧、時際、時聖、聲光、復原 那它會少了時際還有聲光這兩個階段 取而代之的呢 它會稱之為環時時還有環時鐘 我先講一下什麼叫初虧 初虧其實很簡單就是當月球和太陽它兩個圓盤 相接外切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時候把它稱之為初虧 也就是太陽要開始被遮蔽的時候 那實際呢 實際指的是當太陽和月球它們之間已經幾乎要重合了 但是它重合的位置是內切 就是它即將要月球的邊緣在太陽內部即將要分離的時候 我們稱之為十聖 那聲光呢 十聖 十聖指的是月球和太陽它完完全全的重合的時候 也就是說它們之間的邊緣沒有接任何的連接的時候 我們稱之為十聖 也就是它吃掉遮蔽太陽最大的時候稱之為十聖 那麼聲光呢指的是它要出去的時候呢 它要出去的時候呢 月球即將要離開太陽的時候呢 它的邊緣會再次內切一次 這個時候我們稱之為聲光 那復原呢它其實就和初虧一樣 它是最終十要結束的時候呢 它會最後再外切一次 那日全聖呢 因為它在十聖的時候是可以完全遮蔽太陽的 所以我們可以很明顯地去區分出 十聖還有十聖還有聲光這三個階段 但是呢日環時因為它即時到十聖的時候呢 它依然會有一圈太陽的部分會非常明亮 所以呢我們其實觀看的時候 並沒有辦法很明確地去區分出它的內切 還有它十聖的這個部分 因此呢我們會把十聖還有聲光把它取而代之 把它稱之為環時時還有環時鐘 這一次為什麼在台灣大家會這麼的首追要去拍這個日環時的原因 還有一個就是說日全聖或日環時它其實在地球上是每一兩年就會發生 甚至每年就會有兩個地方可能就會發生日全聖或日環時 但是呢你要在同一個地點發生就非常難 那當然呢如果考慮到交通機票等等的因素的話 那其實大家就會知道這一次在台灣的日環時其實非常難能可貴 所以這一次的時間是在6月21號 那其實6月21號就是夏至 那我們都知道台灣剛好有北迴歸線通過 那夏至的時候呢太陽它就是位於北迴歸線的地方 也就是說呢這一次在台灣有通過北迴歸線的地方 都能夠看到這一次的日環時 那以西部來說的話當然我們的澎湖、吳嘉義 甚至雲林和雲家的交界星 它都是有通過北迴歸線的地方 那當然花東一部分也是遠 這一次呢日環時它的時間點 出規大約是在下午的2點49分 那時勝的時候呢大約是在4點14分 那復原大約在5點25分 所以呢我會建議大家呢拍攝的時候 然後盡量要提早到達拍攝地點 那盡量去找好比較好的地景 或是架好相關的設備 那也記好這三個時間點 那在這三個時間點的時候呢 要可能用高速連拍等等的去捕捉到日環時 它非常珍貴的這幾個時間點還有它的畫面 CANON The Lighting You Always Dance Dance